台风来起台北市阳明山也刮起了强风 根据侧站的数据显示 大屯山在上午出现了十级阵风 小游坑 晴天岡等地 狂风暴雨人都快要站不稳 但自然有零星的游客冒着风雨上山 另外文化大学的阵风也来到了九级 树木直接被吹断 机车也被吹倒了一整排 有学生一早就拉着行李 要赶快下山回家 狂风猛吹 雨伞已经没用 雨衣也快被吹开 加上大雨不断 民众台风天来到阳明山 真的好狼狈 非常不一样的经历 第一次来这边吧 第一次来这地方对 就算一身湿还是不减兴致 山脱台风逼近 阳明山上超有感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阳明山上 这个风是非常非常强 而且一阵一阵的持续加强 大屯山上午出现十级阵风 小游坑 晴天岡等这名景点 都是一片雾茫茫 只剩零星游客跟水牛 淡定吃草 五秒清晰 然后再次没关系 但还是很好 下面还没有什么风雨 但上来就还不错 雾还蛮漂亮 九点多十点就散伤了 因为那时候还有出太阳 现在雨越来越大了 往山下走 文化大学同样风势强劲 大树更直接被连根拔起 在现场呢 其实说真的 人要站好都会非常非常吃力 校园一片狼藉 从凌晨开始就刮起九级阵风 也有同学被风势给吓坏 急忙收拾行李 一早就赶着下山 离开宿舍避难 就这实力要赶回来 对对对 真的蛮大的 气象鼠提醒 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越晚风雨越明显 山土日靠近 杨明山已经很有感 记者 蔡云彤 王伟晨 台伯多 실� 解决 ù